2020年北京高考将于7月7号至10号举行,目前各高考考点已布置完成。 7月3号,记者来到位于北京疫情中风险地区的高考考点北京第十二中学,老师们正在进行考前模拟演练。 据了解,该考点共有660名考生,设标准考场33间,每考场20人,作为间隔大于1米。 备用考场3间,每考场9人,作为间隔不小于2米。 另外,考场门口均配备消毒液、洗手液、纸巾等,方便考生取用。 进考场位置的时候,就是要棉收洗,然后核查他的身份证,总考证,然后副间老师的手里边有一个考生重根,就是我们要核对是不是他本人。 这三方位没有问题的时候,我们准许考生进入考场,考生就按照原路返回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有间隔老师负责的就是督促考生,尽快离开考场。 在校门处设有体温检测处、二次测温处和医学观察室,校内各处路线指引标识已不至完成。 考生经过测温,查验证件合格后,方可进入。 如果说体温出现异常,这样的话呢,他就进行二次测温,如果二次体温正常,那么他就还是照常沿着这个年廊进到考点。 如果他的体温异常,那么就可能有两种情况,一个是要上报给上级,进行备用考场的启动,一个就有可能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情况,就要进行转运就医,我们这里也有救护车。 讲研副介绍,每场考试前,学校会对考场、考无视等区域进行消毒,并确保开窗通风30分钟以上。 考试期间,严格区分考生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,降低交叉感染风险。 此外,为保障考生顺利参加高考,学校对考生和家长进行适当提醒。 据了解,该考点没有来自高风险地区的考生,目前所有考生身体状况稳定,考场工作人员已于7月1号, 完成核酸检测,结果均为阴性。